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为者将计三分罚150块钱 明镜禁止后交通秩序怎么样 稍后来关注 我是出台残疾人和困难残疾人家庭教育帮扶心证 残疾孩子就学补助提高 受助范围也扩大了 还有国庆长假期间 我是供街报电信网络信息诈骗警行92期 警方提醒近期市民要警惕交通违法朋友聚会之类的 木马短信诈骗 好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今年8月份 厦门北站的出发层 开始设置临时停车区和行车区 停车区停车是不能超过8分钟 现在从9号开始 厦门北站的出发层 又开始实行只能下车 不能接人的措施 如果车辆在出发层接人 驾驶员将被计三分 罚款150块钱 那么实际运行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上午9点半 正是厦门北站最为繁忙的时段 记者跟随出租车司机蔡师傅的车 驱车来到厦门北站 当蔡师傅的车准备右拐开上北站出发层的时候 记者就看到了路口立着的一块鞋油 空车严禁上出发层接客字样的提示牌 蔡师傅告诉记者 为了省去排队接客的时间 之前不少她的同行会在出发层进行随机揽客 这也不同程度地导致后方车辆出现了拥堵 而从本月9号开始 如果车辆在厦门北站出发层接客的话 会被高清探头记录下来 车主也将面临计三分 罚款150元的处罚 禁令一出 出发层下课平台的车流量有所减少 而且追尾刮擦事故大大降低 通行效率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后面的就一直按喇叭在挤 现在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 另外 厦门北站方面还使用铁栅栏 将近站广场和下课平台进行了隔离 仅留下东侧西侧两个入口 而且实行止禁不出 乘客需要走到到达层之后才能出站 这样也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之前 不少车辆在出发层接客的情况 车辆停车有序 还有一个的话 刮叉事故大大减少 到目前基本上地面的停车设施 跟标识标线基本完成 大大的缓解了厦门北站出发层 车辆拥堵的情况 铁路警方提醒广大司机朋友 如果遇到厦门北站接客人的话 可以将车停在茶岗城地下停车场之后 再步行接人 停车场实行30分钟内免费 同时 他们还将在出发层增派警力 引导车辆通行 防止出现有个别司机空在上出发层接客的情况 记者咸云段志伟报道 为了解决残疾人和困难残疾人家庭 最关心的就学保障问题 近日由多部门联合修订后的 厦门市残疾人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 就学补助办法正式出台了 根据新办法 今后我是残疾人 以及残疾人家庭的子女上学 不仅补助金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而且受助人的范围也更广了 上午家住仙格社区的林女士来到了社区居委会 帮女儿填写残疾人就学补助申请表 林女士说自己的女儿从小就有残疾 今年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 自从孩子上学后 她每年都要为孩子申请就学补助 而根据今年的新政策 女儿的补助从每学年五百元提升到了一千元 林女士得知后开心不已 小孩子虽然说是在义务教育 那因为小孩子的话 因为现在的小孩子比如说兴趣方面 他有需要很多补充的一些材料 买的一些材料 那因为在学校的话 比如说有一些孩子要有一些什么试验 上科学课 自然课 有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从这边来支出 记者从市残联了解到 根据新修订的厦门市残疾人 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就学补助办法 我是残疾学生 以及残疾人家庭子女 在义务教育阶段 每人每学年的补助 都有所提升 另外为了鼓励教育机构 接收残疾孩子入学 新办法对于接收残疾幼儿的 普通幼儿园 进行每人每月500元的特户补助 普通高等院校 专门为残疾人开设 大专本科班的 每生每年8000元的 办学经费补助 另外此次修订的新办法 最大的亮点就是 受助人群有所扩大 原来的补助对象 个人这方面是残疾人本人 还有困难残疾人家庭的子女 主要是针对低保护 那我们今年的这个新政策调整以后 把这个残疾人子女 扩大为就是 特困供养人员子女 还有低保家庭的 还有低收入家庭的 还有支出型贫困的 残疾人子女 都纳入我们的这个 补助对象范围 市残联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我是已经有1662名残疾人 以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 享受到就学补助 新办法实施后 我是受助者将扩大到近2000人 在补助金方面 根据预计 今年市残联将增加40万元补助资金 另外工作人员介绍 每年的9月1号到9月30号 为申请受理时间 但今年申请时间会延长至10月15号 申请人只要接待我们的二代身份证 还有二代残疾证 到所在的社区局委会就可以 填一下表格 具体的工作人员会帮助他们 把后续的包括材料审核 什么这些工作完成 记者雄伟 王汉阳报道 昨天厦门市经济特区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施行满一个月 按照计划 全市垃圾分类宣传推广 将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把重点深入到校园和家庭 下面呢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校园去看一看 来 告诉我 这是什么标志 厨余垃圾 这是海仓区未来之星幼儿园 大班的一场垃圾分类知识竞赛 这些孩子从上学期开始 就一直在学习垃圾分类的知识 为了激励孩子们 彼此争作垃圾分类小能手的积极性 这学期开始 班级将定期举办 这样的垃圾分类知识竞赛 剩菜 剩饭 鱼骨头 鸭骨头 苹果盒 他们是什么呀 厨余垃圾 为了帮助幼儿从小树立垃圾分类的仪式 未来之星幼儿园根据大中小班 不同孩子的年龄特点 设置了相应的课程 小班老师用情景式游戏 循序渐进地教孩子分类 中大班的孩子 则更多地参加知识竞赛 便废围宝等活动 通过食物分类再过度到图片分类 由简到难 由具体到抽象 层层推进 巩固孩子们的垃圾分类知识 通过开展一些活动 作为载体 然后生孩子这种行为习惯 对年龄更大的小学生们 北市大厦门海仓附属学校 则有更高的要求 不仅要学会分垃圾 还要分得好分得细 学校里不仅按照四分类的方法 设置了四种垃圾桶 还将可回收垃圾进行了细化 具体到了纸张瓶子等等 让更多垃圾能被循环利用 就是让孩子知道 我怎么样去进行垃圾分类 而且对环保 然后做出更多的贡献 而且将来到家庭里边 他把这个理念带到家庭 带向社会 而工商旅游学校则开设了 专门的环保与生活课程 将垃圾分类课程 作为学生的一门必修课 目前由我是教育系统编写的 全套垃圾分类教材 绿海欧半我行 本学期正式开始使用 围绕这套教材 各所学校编制出了 自己的校园教案 全市所有学校 已经全面推开 生活垃圾分类校本课程教育 建立班级垃圾分类台账信息 组织垃圾分类校园文化活动 逐步推广 家庭垃圾分类评价体系 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关于深化审评 审批制度改革 鼓励药品医疗机械创新的意见引发 这份意见中 对药品生产使用等诸多的问题 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管控 明确了 医药代表不能向医院卖药 并对当前静脉输液泛滥等问题 做出了明确的规范 该文件共涉及六个方面 36条意见 其中第27条意见指出 禁止医药代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 禁止向医药代表或相关企业人员 提供医生个人开具的药品处方数量 并明确医药代表负责药品学术推广 向医务人员介绍药品知识 听取临床使用的意见建议等职责范围 对此 不少专家认为 这将有力产出医药代表 这个职业发展多年来 所产生的各种弊病 有利于医药代表吸引人才 并逐步回归到沟通医院和药企 共同促进药品良性发展 从长眼的观点来讲是好的 因为它规范以后 这个医药代表它只做学术推广 然后再从医生那边 收集我们整个医院用药的一些过程 这个药物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 那这个就保留下来了 它的副作用在哪里 那也清楚了 输液泛滥问题是近几年来 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中的一个顽疾 据统计 在2013年至2016年 整体药品不良反应事件中 静脉输液占到了六成左右 此次意见中 对输液问题也提出了 更为严格的管控 意见指出 将严格管理新的输液药物审核 并对现有注射剂药品的安全性 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 尤其是中药注射业 进行重新评估 据介绍 意见涉及改革临床试验管理 临床急需药品和医疗器械的 上市审评等六大方面的改革内容 针对当前医药行业的突出问题 着眼长远制度建设 将极大激发医药研发活力 提高我国医药产业的 创新发展水平 解决临床急需药品和医疗器械 短缺的难题 政府是管得少了 放弃这个审批的这个权力 加强这个监管的这个角度来爆炸 对所有的你这个研发的 这个使用的生产的 这些个总体的这个责任 和规范要求更加明确 记者 消新 五五公号报道 在我是祥安区附近海鱼呢 有一座名叫鳄鱼鱼的小岛 岛上呢有一对父子 这父子俩在鳄鱼鱼上一待 就是27个年头 他们用没人看到的辛苦 没人能感受到的孤独 默默守着这座 只有0.15平方公里的小岛 润物细物生 把27年的时间压缩之后 我们再次回看 我们发现鳄鱼鱼的生态 真是越来越好了 今天的发现厦门之美 我们就来听听首岛人的故事 东风日产SUV家族 带您发现厦门之美 我们是从90年的 5月22号登岛 原来这里大部分是耕地 在种庄稼 捕捞 做一个立体农业 但是来到岛上呢 就是看见了海岸线的清晰 非常严重 林北水说 当时岛上的环境十分恶劣 一些经济作物很难成活 困难面前 同伴一个个选择离去 只有林北水暗下决心 要对这座小岛负责 而当时首先要做的 就是解决海岸线被侵蚀的问题 于是他就开始在岛上种树植绿 而这一种就是二十多年 马苏元和桥当时大部分是借的 家里家人家人妈 老婆老婆妈都在妈 你不想这么傻 我回答他说 岛屿没法生存 你人也没法生存 就是保护岛屿 就是保护家人 2002年 林北水的儿子林大生 中专毕业后 也参与到父亲的首岛事业中 在父子二人的精心呵护下 鳄鱼鱼的生态环境越变越好 去年9月15号 超强台风墨兰地从祥安登陆 并正面袭击了鳄鱼鱼 亮了 打开门的整个屋前屋后 都走不出来 都是全被树枝树感压的 就是要爬出门来 要用猫腻的爬出来 哭也不得 笑也不得 不知道 心里不知道怎么难受 满目疮痍的鳄鱼鱼 让父子俩默默流下了泪水 更让他们心疼的是 辛苦种植了二十多年的 三万多棵树木 一夜之间倒服了三分之一 顾不上考虑自己的生活 马上展开自救 父子俩日复一日 一干就是两个月 但仅凭他们的力量 只能是杯水车薪 于是 儿子林大生 向社会发出求助 当得知还有这么一座孤岛 需要救援时 是绿化管理中心 曙光救援队以及一些社会志愿者 纷纷登岛来救灾 这些志愿者也都非常 是非常热心嘛 然后还有绿化中心的 也都非常非常的给力 技术指导啊 还有清理高空的那种 树枝 这些都是他们 他们帮忙解决的 因为我们没有专业设备 也没有技术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当时大家抢救的树木 存活了一大部分 现在已经步入秋季 天气干燥 父子俩抓紧时间 将一些抢救失败的枯树 从树林中清理出来 预防发生火灾 二十七载风雨兼程 父子俩与鳄鱼语 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怀 如今 父亲林北水六十多岁了 体力已渐渐不支 让鳄鱼语恢复 往日绿意盎然的重担 就落在了儿子林大生的肩上 我们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 能够把手上的这些事情要做 至于后面的话 就是等于后面的事情 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个性跟父亲很像 没想那么多 如果能够帮他把这个 丽外海岛这个梦想给他完成 算是比较有意义 本台记者报道 下一节还将看到 国庆长假期间 骗子抓住许多人 喜欢网购和玩游戏的特点 社局诈骗 不少人落入圈套 欢迎回来 世纹考评人员 在近期的走访中发现 海舱大桥 海舱进出岛区域 重建提升之后 展现出了良好的绿化效果 今天的世纹寻报 我们来关注 海舱大桥 海舱进出岛区域 两侧的绿化 属于石塘 立交桥 绿化景观的一部分 去年 墨兰地台风之后 绝大多数树木 拦腰折断 地被受损严重 对于海舱进出岛门户的 绿化景观 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去年12月 所辖单位是陆桥集团 对石塘 立交桥 西侧绿化景观 进行了重建提升 连同新阳隧道段 提升面积 达到了6.5万平方米 重建提升于 今年4月底 全面完成 经过近半年的 精心养护 之前绿化层次单一 新修杂道边 黄土落路 台风灾后 苗木折损的旧貌 荡然乌存 在这一重要门户车流往来间 呈现出的是繁花似井和绿亮聪裕的 如画美景 记者 刘华报道 国庆长假 当大家都在放假的时候 骗子却没闲着 他们利用假期里很多人喜欢网购和玩游戏的特点 频频设局进行诈骗 一些热门游戏的装备 点券 最新款的iPhone 8手机都成为了骗子的诱饵 一不小心就会落入骗子的圈套 小刘平时热衷玩一款网络游戏 10月5号 小刘在游戏中发布语音消息 表示想要购买游戏装备 随后一名游戏玩家主动联系小刘 称正好由小刘想要的游戏装备出售 之后双方添加了微信 并在微信中谈妥了价格 之后在支付的过程当中 对方就是以多种理由 包括支付截图不清晰等等的理由 要求我们市主多次支付 那之后市主前后支付了四次 共计四千余元 那在支付完之后 市主发现自己的QQ被对方给拉黑了 这时候才意识到是被骗 除了热门游戏外 最新款的iPhone 8手机 也成为了骗子们常用的诱饵 骗子往往通过远低于市场行情的价格 发布虚假信息 诱骗受害人上钩 市民孙女士就因此损失了 三千八百元 在QQ上面认识了一个 这个自称在美国进行代购的好友 那之后好友是谎称 现在有一台iPhone 8 那价格比较优惠 双方在谈妥了价钱之后 对方也是多次以这个海关 包裹费等等的方式 要求市主多次支付 那之后市主是支付了三千八百元之后呢 微信也是被拉黑了 根据市反诈骗中心统计 10月1号到8号国庆长假期间 全市共接报电信网络新型诈骗 仅行92起 其中最多发的就是商品交易类诈骗 共有35起 平均每天都有4人被骗 而且大都是以购买游戏装备 点券手机等为主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随着假期结束 近期大家要尤其警惕一些交通违法 朋友聚会之类的木马短信诈骗 因为我们有很多市民群 都用这个自驾游出行 那可能会在节后 就是收到谎称交通违章的这个短信 包括这个节日期间的这个聚会短信 那一般短信里面都有附带一个木马链接 那可能会点击进去 就造成一些财务的损失 记者公家高志强报道 有一伙男子为了垄断一个小区阳台封闭的装修业务 竟然是用言语威胁聚众斗殴等方式 强迫其他装修公司退出这个小区 近日胡理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这起案件 本案共有19名被告人检查机关指控 去年7月以来 厦门万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东沈某明 和项目现场负责人沈某龙 在经营新井国际外滩小区外立面改造工程期间 为了控制和垄断小区的阳台封闭装修业务 就勾结了其他被告人 以言语威胁其他装修公司的工人 毁坏广告牌等方式 强迫其他装修公司 退出新井国际外滩小区的阳台封闭装修业务 在言语威胁等手段起不到作用后 这伙人还纠结人员携带锄头等工具 殴打其他装修公司的负责人和工人 想以此把其他装修公司彻底赶出新井国际外滩小区 去年10月26号 沈某明等人被公安机关抓获 检查机关认为 沈某明等人多次采用威胁殴打他人的方法 强迫他人退出经营活动 情节严重 应当分别以强迫交易罪 聚众斗殴罪等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胡理法院还在对这些案件进行审理 本台记者和特约记者报道 广告后我们来关注空气质量情况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呢 今天我是环境空气的各项指标 都达到了优积的标准 到了晚上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50 空气质量为优 全世界每年要产生 450亿吨的垃圾 相当于全世界每年粮食产量的六倍 只能说我们太能制造垃圾了 而有一位美国建筑师呢 只用垃圾造房子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就去了解一下 用垃圾建造的房子 这位叫迈克雷诺兹的建筑师 虽然是一名持照建筑师 但几乎没有建过一座正常的房子 他的作品基本建材全是垃圾 包括废弃轮胎 一拉罐 饮料瓶等 在过去几十年间 他走遍世界各地 利用当地的垃圾 为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 建造了很多自给自足的房子 轮胎填上硬质板和泥土 就变成了砖墙 各种玻璃瓶可以做成彩色墙体砖 电均来自大自然 比如太阳能和风能 因为厚泥是天然的隔热层 具有强大的吸热和制冷功能 这也会让整个屋子冬暖夏凉 室内温度可常年维持在二十一二度 每间屋子里面都有一间绿屋 来种植食物 形成了天然温室 室内就像一小片热带雨林 屋顶的雨水收集系统收集的水 在过滤后 并用太阳能加热好 可以用来洗漱 麦克雷诺兹认为 每个国家和每个城市 都面临着碳排放的问题 他希望房屋能够实现 能源的自己和废物再利用 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很好 预计明天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优 好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凶股广场的全部内容 今年国庆中秋超级假期 让厦门的旅游业着实火了一把 红火背后 我们也看到了游市场的平稳有序 和游客们越发的成熟理性的消费观 上后播出的十分观众节目 我们来详细了解 也请您留意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